主席 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詹主委 主委 主委 早 其實這個台灣現在很嚴重的就是假新聞 那假新聞流竄 那麼這個假新聞當然現在有人認為說這是言論自由 那麼其實言論自由不可以傷害公共利益 也不可以造成公共安全的損害 對不對 主委 對 這個齁 現在是我回答了嗎 好 你回答 就是我個人認為國家安全 尤其是憲法保護的這個國家的定位 那另外還有就是 其實在憲法裡頭也有提到 如果說是跟這個社會秩序等等這些 其實還是可以在有法律保留的基礎上面去做一些相關的規模 是有是有界限的 來我請問一下主委 就是現在賴清德賴院長 他說要前面盤點法規 那本會主要提出修法 那麼修法大概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國家安全法的部分 對對境外不友善西域操弄的這個新聞 那造成社會動盪 那麼希望能夠提高到國安層級 那麼NC的想法是什麼 有需要嗎 我說我個人的想法好不好 就是說我認為國家安全其實在Cyberspace 也就是說網路的空間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當然就是說 它比較不是用主權的概念去談這件事情 因為Cyberspace你的attack可能是從很遠的地方 它不一定是你主權的範圍之內 所以不是用傳統territory主權的觀念去看這件事 但是國家安全絕對是在Cyberspace的空間裡頭 是有可能而且是非常高度需要去關注的 所以你贊成修國家安全法就對了是不是 我贊成 那就是這個網路資訊領域 是不是你贊成嗎 我個人是認為說 國家安全在這個網路的領域裡頭 絕對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去關注的議題 那麼這個散步搖眼影響公共安寧者 當然現在社會刺激維護法裡面 它就可以積留三天 花三萬塊以下花環 那麼對這個NCC有沒有什麼立場 我看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會比較建議用這個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歐盟或者是其他國家 其實比較不會用fake news這個詞 因為你牽涉到news新聞的這個詞 他就會牽涉到一些其他可能的法益需要去平衡 那但是相關的訊息或者是謠言 或者是這些 對這跟謠言不要 謠言不一定會傷人嘛對不對 比方說謠言他跟你講說吃什麼會照顧健康 吃什麼會減肥 這個不一定嘛對不對 我現在正講的是假新聞傷害到社會的安定 妨礙到社會的秩序 甚至於讓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 這個才是嚴重啊 對那這個部分我指的是因為我們用哪一個名詞就會牽涉到它定義的問題 那我認為國家的安全跟社會的治安非常重要 簡單的說啦主委你就是贊成認為說我們要修法 對不對 呼應賴清德的主張嗎 這個部分我想院長已經有責成羅秉承羅政委去做通盤的考量 對 所以你也贊成啦齁 其實還沒有修法之前啦 我認為是我們NCC並沒有善盡責任 注意你有贊成嗎 其實在105年的時候我們就修過法律 就是衛星廣播電視法 105年修過27條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執行過 這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你的上方保健從來沒有 連機起來都沒有 比如說砍下去 你的上方保健連拿出來威嚇一下都沒有 這是我們現在造成假新聞NCC要負很大的責任 是我想這個部分這樣子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針對廣電的媒體 針對廣電的媒體 事實上透過相關的機制 我們絕對會去加強來做這件事情 不是我想不是只有廣電啦齁 就是說NCC你在所有管理的方面 並沒有依照法律的規定去處理 如果今天你只要很認真去處理一項兩樣 那麼我想很快就解決 像你民事下架搞了半天你就划六萬 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你 例如我們大家委員共識一次划三百萬你看 兩三天就解決了 現在問題就是說我們沒有 我們優化 你有上方保健 你從頭不去做 現在等修法等到什麼時候 現在你就可以做了 只要我們的媒體不去散播這些假的消息 就做很大改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針對廣電媒體的部分 NCC絕對會來加強 但是NCC也不會 NCC也絕對不會去認定內容的部分 是透過他查證的程序來處理 對 那個假消息 NCC必須要捍衛的是 捍衛的是國家很重要的另外的價值 我知道啦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價值很重要 問題是它損害到公共利益 造成社會刺激的混亂 NCC怎麼這不是你很重要的工作嗎 對 跟委員報告 我從剛剛到現在其實我說的非常清楚 那就是說針對廣電媒體的部分 如果有所不足針對事實查證 我們絕對會來加強處理 因為我跟你說喔 你的上網把它拿出來用一用 這個NCC第一個 它可以罰款20萬到200萬 這是我們的廣電法裡面 第27條修法之後很清楚的規定 如果是第一個 你這個散播假新聞 我給你罰200萬 好 他如果不聽怎麼辦 他說我電視台很有錢 我就不聽啊 怎麼辦 來第二個 你要第二個力氣 就是停止廣告 停止廣告 你要停止它三小時半天或是一天 對電視台都非常大的衝擊 好 再不聽 可以停止節目呢 我告訴你 這新聞報告 你明天不可以跟我報 欸 主委 你快落寬的你就知道 結果你通通沒有用 才造成今天假消息到處流算 最重要的原因 你不是沒有上網保健欸 是你沒有拿去用欸 是 謝謝委員 我們來檢討 就是說 相關的法規在廣電 以廣電為對象 然後他有沒有違反 事實的查證的原則 那個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謝謝 我想回去就要趕快做啦 就檢討 偉大來自徹底而實在的執行 要執行才會偉大 難怪用說的 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很會說啦 說一本去做不到一堂室啦 對不對 說天 說地 說後的 說飯的 做到沒辦法 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謝謝委員 如果我的定位是這樣的話 我明天馬上就逼出辭職 哈哈哈哈 我們也沒有希望你辭職啦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事情就是要做啦 要處理 因為不處理就會造成 我們假新聞不停 我會建議齁 我們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就要用Smart而且是對的方式 要不然會產生其他的爭議 我知道 那這是 你用Smart我們都贊成 對對對 這個是必須喔 那 廣電媒體 我們絕對會來檢討 絕對會來改進 主委 我跟你說喔 我不是要責備 也不是要跟你說什麼 是是告訴你 委員絕對可以責備 委員絕對可以責備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 一定可以責備 而且NCC還有非常多 需要改進的地方 主委 我跟你說喔 你說要Smart執行 我們都贊行啦 問題是有沒有達到效果比較重要 今天為什麼 假消息不停的流竄 你根本不敢說 你的執行是有問題的 如果今天說 你現在告訴你 你現在發生一個假消息 我現在給你代理事長 我跟你講 我現在給你罰兩百萬 接著我要停止你的廣告 停止你的節目 如果你很清楚告訴他 今天假消息 就不會不停的流竄啦 主委 你現在說你的方法 執行方法是非常正確的 今天這些假消息 就不可能像現在 知道還有假消息 好不好 我想這喔 自我勉力啦 主委我不是要幫你責備啦 也不是要幫你順利 委員其實不用對我這樣好 其實可以加強責備 然後我來加強管理 我現在說的是 你有上方保健要去用啦 才可以讓這些假消息 很快停止啦 對不對 主委 所以我跟你說喔 當然我們政治 我們所有的政務官 最重要的是 沒有什麼處罰 就是上台跟下台嘛 不需要這麼快就講下台 問題是要把事情做好 比較重要 這是我們對你的期待 我們會非常服務 把事情做好做對 對啦 我說你有上方保健 你就要去用嘛 才能夠造成這種假消息 不再流竄 這是我們的期待啦 好不好 來 跟委員報告喔 針對這個 廣電媒體的這個 事實查證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來加強 包括昨天 我也已經在跟我們的廣電媒體 有過這個說明 那我們委員會也很關心這個事情 那絕對會在廣電媒體的部分 會來加強 我覺得假消息其實今天流竄嘛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你們任何的動作啦 好 沒關係我相信說 希望今天回去以後 就好好去思考怎麼處理 好不好 兩年前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我看到你沒有 那我請問你嘛 你說你都有在思考在處理 有處理有罰過任何一家 不實的這個假新聞的傳播 你們做過處罰嗎 我現在不太清楚 委員提到的對象是誰 如果是廣電媒體的話 那這個部分絕對會透過既有的機制來處理 不是啦 不用在那邊論嘛 前台灣都知道嘛 假新聞到處流算嘛 那就要是我們的廣電媒體 你推波助瀾啦 才造成今天的亂象 你說你兩年來都有在處理 我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有用過這條處理過 有沒有嘛 沒有嘛 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說不太清楚 對不對 我跟你說你有沒有處理過 你告訴我嘛 我不知道 你告訴我說 你們有什麼時候用過27條 去處罰過相關的廣電媒體 這個部分就是查證機制的 要如何處理過 我們處理過 那兩年都沒有處理嘛 所以跟你講就是說 唉 對不對主委 你不是這種人呢 我就是跟你講 很不幸的可能委員認錯我了 我大概就是這種人 我認為你不是這種人 但是齁 你說你有做齁 兩年來你做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叫你說明你也說不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不是NC檢討 是我個人檢討 我回去絕對會檢討 而且我會有一些 而且我會有一些行為 謝謝委員 好 我想 不用這樣啦 不用這麼嚴重啦 我現在跟你講就是 跟委員報告 今天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用對的方式 去處理問題 那你就找對的方法出來處理嘛 真的 法律給你你不處理說 你找不到對的方法 我們會要求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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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也不是說沒有法 沒有法可可處理 你現在手上二七條修法之後 講得這麼清楚啊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說我處罰了一家 處罰了兩家 我現在你只要處罰了 那就會有效果 主委 你知道嗎 這個處罰也不是我說處罰就可以處罰 必須要依法來辦 那你就依法辦理 如果今天依法辦理了還繼續下去 這不是你的責任嘛 問題是你連辦都沒有辦 我會負起我相關的責任 謝謝委員 希望你這樣做 來 我要請教你一下 你那個 OTT 你說要 方向是要 要 開放嗎 是不是這樣 OTT開放 有這個方向嗎 OTT目前其實它 它是一種 提供服務的方式 那目前為止其實就是反而是應該是由有線電視跟廣電三法的部分 如何去適度的開放而能夠跟不同的跨平台做競爭 好,我希望你能夠注意到有線東西或衛星電視都是一樣在做一樣的事情 不知道開放的時候是不是一視同仁,第一件 第二件,如果發生小微糾紛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 第三個,如果中國特定的政黨透過NCC對台灣造成傷害 可能這個都要防治好不好 透過NCC對,那我們會來協調 透過OTP,不是NCC 透過OTP 我們會來跟這個,前面這個議題可能會跟消保處跟其他的這個有關 然後另外我們會來看看這個部分應該怎麼樣來從國安的角度來看 謝謝 沒想到啦,做政務化沒想到啦 我其實是非常自我檢討的人 謝謝委員,我一定會回去深資的檢討,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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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